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 你来我往引发了新一轮水战 2013年3月 农夫山泉在广州展开促销活动 临时促销员用乙保的饮用水做对比 向顾客展示农夫山泉饮用水为弱碱性 而乙保饮用水为弱酸性 这样的做法引发了乙保方面的投诉 广州市工商局认定农夫山泉不正当竞争 对其处以10万元的行政处罚 农夫山泉认为工商局偏袒 将其告上了广州法庭 今年8月14日 医生判决结果是农夫山泉败诉 但是农夫山泉并未就此止步 随后官方发布微博称 自己输了官司并没有输掉事实 并于8月15日 在官方微博上向乙保提出三个问题 一 为公司所有的工厂和代工厂 是否全部使用自来水生产纯净水 二 所生产的纯净水是否酸性 三 乙保纯净水矿物质是否几乎为零 华人乙保新闻发言人陈岳诚当时表示 对这三个问题我们根本不予回应 而目前针对此案 农夫山泉仍在上诉 可能说他接下来的上诉胜负未分 但是他一定要用态度来证明说 我们在事实上是没有问题的 去支撑说他之前做的那个实验 包括支撑说他的碱性 他的水是碱性的 然后对方的水是酸性的 然后支撑他自己提出的所谓的说 碱性的水可能对人体更健康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观点 所以从态度上 他一定要拿出这种态度来 尽管接下来的胜负我们不知道 但是态度上他一定要拿出来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华人这个乙保发言人 当时就是对这个 阿龙山泉提出的这个三个问题呢 表示说是根本不予回应 那我们怎么看待仪保的这种态度 他的回应 第一是说可能跟他央企的背景 跟身份有关系 就是你知道央企像是跟民营企业不太一样 相对来说他的体贞没有那么灵活 他的形势作风也没有那么高调 所以他可能第一是不想过多的卷入这场事件 然后第二点来说 我觉得从公关的角度来说 他觉得说法院的判决 已经给了他最好的这种支撑和证据 就已经证明说他已经赢了 从官司上他已经赢了 所以如果他再跟农夫山泉 再进行这种三个问题的来回的回应 然后接下来双方再对这个问题撕扯不清 很可能比方说外界的观点 就是外界的那个关注就会发生转移 就会从他已经赢了官司 这个事实上转移到他们接下来的这种争论上 显然仪保已经赢了 在赢了官司的这种前提下 他肯定不希望说外界的关注发生转移 所以对他来说 我觉得从公关的角度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理智 而且是一种非常节制的做法 在跟娃哈哈康师傅相继发生口水战之后 在包装水领域 农夫山泉不仅市场份额占据第一 并且在舆论攻势上 也使得其他品牌非常忌惮 纷纷躲避 避免惹祸上身 那么农夫山泉为什么要用如此激进的手段 甚至以杀敌一千 自伤爸爸的方式来回击对手 如此公势凌厉的事件营销 能否在复制曾经对阵 娃哈哈康师傅时期的成功呢 农夫山泉能否如愿战胜 目前最有潜力的竞争对手 华润怡保呢 在此前 农夫山泉和怡保已经有过一轮的口水战 早在去年 其与金华时报的口水大战中 农夫山泉就曾认定 背后有怡保参与 而华润怡保则否认这一指认 再往前看 农夫山泉先与娃哈哈因纯净水概念 多次你来我往的口水战不停后 又与2008年与康师傅的竞争渐渐白热化 开始农夫山泉开展测试ph值活动 指康师傅矿物质水伪健康 最终演变为康师傅水源门危机 根据当年尼尔森的数据显示 康师傅市场份额距最高峰相差超过5个百分点 而农夫山泉的市场份额 相比水源门之前上升了0.7% 一番舆论厮杀过后 农夫山泉市场份额抢占上风 它是一家公司嘛 肯定盈利是它其中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它进行这种事件的营销 最根本的还是有它自己的商业目的 然后商业目的还是因为在过去跟娃哈哈 还有跟康师傅的种种各种这种争乱 争乱和口水账的里边 他拿到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而且赢得了消费者对他的信任 而且树立着自己的品牌的知名度 还有一种信任力 所以对他来说 做这种事件营销 在他一路的这种品牌成长的过程中 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包括他在跟娃哈哈跟康师傅 尝到这种甜头之后 所以他跟医保也会有这样的一种 类似口水账或者其他的这种 包括官司诉讼 这样的一种做法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可能就是说之前 外界或者说大家业内 普遍认知的一个观点 可能跟他们的创始人本身 就是记者出身 他本身就是做媒体的人出身 所以他对媒体还有对舆论 以及对营销这种认知 或者理解非常到位 所以他非常擅长去做这种事件营销 所以也跟他 他们公司一贯的这种手法 跟他从创始的那天起 就是创始人骨子里的基因有关系吧 连续不断的这种事件营销方法 那目前来说能否继续奏效呢 根据我之前对业内的采访 或者说观察 大家还是有两种看法 第一种是说 就是在目前的这种媒体环境之下 它肯定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因为之前 比方说对快销公司来说 如果再推新品啊 或者说再提高品牌的认知度和知名度 这方面一定最有效的手段 就是通过央视来做广告 之前你在央视上投了广告之后 见效会立马就会见效 可是现在 你在央视上再去投广告 就很难达到此前有的那种效应 而且现在包括就是媒介越来越分散 然后大家接触的环境 媒介环境也越来越多元化 所以你很难说 一下子就通过广告的这种方式 就能够把你的品牌迅速的 被消费者认知 但事件营销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关注手段 第一是说 它可能有矛盾在里边 然后第二个是说 它会有两家公司的争斗在里边 所以说外界会对这个事情 有一个极大的关注度 然后再加上媒体在中间的一些报道 对它来说 会形成一个很大的这种 短时间之内的这种与众关注度 其实包括之前像加多宝和王老吉的争斗 也是一样 尽管来说它也是一种 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不是像农夫山泉或者说医保这样 是主动的进行这种口水账 或者说官司诉讼 他们是被动的进行这种口水账和那个关注度 但是其实你关注到一个很有趣的这种商业现象 就是说在加多宝跟王老吉打仗之后 就是市场第三名很快的就 就就就就会就消失 或者说它的市场份额很快的就会萎缩 所以现在基本上量查这个品类里边就会被加多宝和王老吉 所垄断 也就是说世界营销 包括在商业现象里边 A公司和B公司的这种争论 或者是说口水账 在短时间之内肯定还是会引起消费者的这种 或者引起外界的这种关注 但第二个来说 就是同样的营销手段 你用了太久 或者说总是用重复用 重复用之后 所以消费者肯定也会产生一种疲惫或者是疲劳 然后就你不能再产生新的新意出来的时候 就对你的品牌的再度推广和认知 在效果上 或者是说从长期来看 就是在这个你可能还要重新再 就是我觉得对公司来讲 可能要重新再思考 或者说重新再去梳理一下 自己的这种品牌的这种推广 或者说对于消费者的认知这方面 其实在酸减度之争的背后 抢占市场份额仍被认为是主要目的 两年来实施全国化策略的华润以往 被认为是农夫山泉最大的潜在对手 自2010年以来 包装饮用水更是以40%的市场占比 越居饮料行业头把交易 水领域的竞争似乎也从来没这么凶猛过 并且伴随着新的搅局者 土豪恒大兵权等的加入 高端饮用水对水源地的争夺等 这场水战变得更加的硝烟弥漫 早在今年5月份为激励一线销售员工积极性 在农夫山泉董事长钟闪闪的批准下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开始针对华南区域市场 指定特殊的激励政策 而作为华南本土老大水企 华润以保在2013年 已经调整了全国五大区域的高管 其镇受西南入驻华东 加码华南市场的野心不言而喻 今年进入消费旺季后 恒大兵权开始一对一促销 随后农夫山泉也针对不同区域的经销商 采取了不同的促销手段 农夫山泉的气质 就在所有的快销品里面也比较的独特 其实包括之前我们也问过他们的金融对手 他们觉得农夫山泉可能跟其他的快销品公司 不太一样 是说他是一家进攻攻击性或者进攻性非常强的公司 当然所有的快销品公司就在这种竞争激烈的这种环境里面 攻击性或者进攻性都非常强 但是其实我们能从农夫山泉 历次进行的这种主动跟娃哈哈或者说康师傅进行的这种抗争 或者斗争来看你就能看得出来 在这方面 就是在跟竞争对手的这种正面的攻击 或者是说 非那种行业内那种相对来说比较隐秘的这种攻击 他的这种攻击手法更 更加高调或者说他们不惧怕说跟竞争对手有任何的这种正面的这种冲击 在激烈水战和寸土逼争的背后 是农夫山泉最近缺乏强有力的战略新品 近两年相比娃哈哈康师傅等紧随消费热门频繁推出新品 农夫山泉主推精品策略 主要是东方树叶和打奶茶 但这两款产品都没有成就农夫山泉在水领域的成功 新品推出不利并非农夫山泉个例 饮料界的大佬康师傅娃哈哈等都遇到了同样的行业难题 之前也问过农夫山泉的人 他们也认为说反正因为市场蛋糕就这么大 然后现在就是新的竞争者进入越来越多 所以导致他们推新品越来越难 第二个是再有一个原因是说 消费者呢他的选择或者他的需求就越来越细分化 就所以对于快消品公司来说 在推新品的时候就需要做更多的这种试调 或者说需要你的产品定位特别的精准 所以一旦是说你推的新品定位不是那么准确的话 也可能会导致你产品出现很大的一些失误 或者是说没有那么成功 当然可能还包括其他很多种原因 所以导致现在之前有试据统计说 现在整个的快销行业的产品的这种存活率 只有20%到30% 也就是说每推出100种产品的话 只有20到30款产品能存活下来 其他的可能马上就要被淘汰掉 也就是说包括最近这几年快销行业里面 不像之前推出一款红茶 一款绿茶或者其他的什么杏仁路啊 什么饮料就能很快的卖出一个 超过几十亿的这种市场份额 那个市场销量 现在他们谈到是说 可能除了加豆宝王老吉这个凉茶类 还有绿布核桃这样的一些植物蛋白饮料 最近这两年非常成功的战略新品 或者说非常成功的这种新品特别的少 然后这是一个行业的难题 所以我觉得可能说 所有的公司也在朝这方面进行一个突破 或者他们有其他的一些应对方法 或者是手段吧 看来仅仅沿用具有的惯性思维和操作模式 应对今天的快销品市场已经行不通了 这开始倒逼传统企业 要运用创新思维创新营销 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合作媒体 以及经济观察报的官方微信上 观看本期节目 好了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